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下午5点多 连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经济及商务局局长邱腾华以及商界代表 在特首办会见媒体 他表示商界对目前香港政治及经济状况表示担心 呼吁市民停止示威 苹果日报报导林郑在会上提到 下周二行政会议复会 这是他的政策咨询机构 有必要尽快复会 他又表示商界代表对目前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表示担忧 又引中美贸易战为香港外患 持续两个月的示威行动是香港内忧 秉承目前经济下行情况将会是长期的 比起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 需要更长时间来复原 希望各界放下分歧减少对立 香港大公报披露在香港会见港独组织头目黄之锋的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个人信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因此称中国是一个野蛮政权 联合早报报导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工署官网9号发布消息指出 美国旺称大言不惭 表示美国的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公然诋毁和毁谤 再次曝露美方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和霸权思维 该发言人表示 美方发言人是美国外交官 在世界各国勾结当地反政府人士 乃至于分裂势力为正常工作 理所当然 完全无视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肆意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 这种典型的强盗逻辑和霸权行径 国际社会清清楚楚早有公论 并强调中方再次严正的要求美方遵守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准则 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损害他国主权安全的错误行径 否则只会激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反对 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特区政府8日召开跨部会会议 综合港媒以及上报报导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会中表示 由于香港社会6号开始反修例示威与罢工行动 全球防港旅客自7月开始呈现碟式 截至8号为止 已经有包括美国、澳洲等22国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根据数据 邱腾华表示 防港旅客自7月起呈现跌势 自7月首周的1.5%扩大至7月中下旬 比2018年同期下跌26% 更甚者 8月首周的防港旅客人数 比2018年同期更大减31% 邱腾华预料 人数跌幅尚未探底 而加拿大也在这一场会议之后 更进将赴港旅游警示提升至高度警戒级别 目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澳门、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以及俄罗斯等 都已经对赴港旅游发布高度警戒 呼吁国民避免前往示威集会的地点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在出席建制团体 守护香港大联盟记者会时表示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是一场暴乱 但目前不需要解放军介入 又呼吁市民即使对社会、政府有一定的怨气 累积深层次的矛盾也不应该用暴力来宣洩 信报报导 至于香港警方是否滥权 唐英年指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过去也有警员被定罪的案例 相信香港监警会可以独立严肃地跟进 报导指出 唐英年表示 自己不是一个离地的人 但他没有正面的回应是否聆听市民意见 只有表示市民在连龙墙写上的诉求 来来回回都是撤回 这一部分的诉求 他认为特区政府已经做出回应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8号在央视节目上解读人民币汇率问题时 表示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由市场决定 贴不贴标签不决定汇率均衡水平 他也表示 外汇管理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定 企业和个人用汇需求不受影响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该发言人表示 人民币的汇率有一定幅度的波动 是市场力量推动的 美国凭着短期波动 把中国定为人民币汇率操纵国 毫无道理跟依据 他还表示 境外机构乐于投资人民币资产 截至今年6月底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和股票价值5500多亿美元 这一些都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已持续8周 中国官方试图隐瞒反而引起民众的好奇心 新头壳报导 一家装有翻墙机上河的上海餐厅老板观察 有一些客人爱看墙外新闻 反送中运动甚至带起了翻墙机上河的销量 这一名餐厅老板原本是为了因应台湾客人的需求 来安装翻墙机上河 但没有想到有越来越多中国人爱看台湾新闻 甚至吃到不想走 最近反送中成为台湾的热门议题 各家媒体争相报导 有一些中国民众正是透过这些餐厅 来了解香港的近况 有一些民众是专注观看而不加以评论 有些则是批评香港好乱 中国绝不会发生这些事 也有人指责香港政府没把经济搞好 民众才会走上街头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政府至少支付金钱给台湾五个媒体集团 包括爆媒以及电视台等 其中有来自中国国台办的付款 以来收买台湾岛上人心 自由时报报导 路透社的消息来源是根据与实名记者 以及新闻部编辑部的经理的访谈 以及路透检阅的内部资料 包括与中国国台办签署的合约 报导指出台湾主要报纸网站上有多篇文章 都在夸张的赞扬中国政府的新计划 诱导台商前往中国 还提及有多项津贴补助 而这些内容都以纯新闻的方式呈现 但其实都是中国政府的置入性报导 也是中国统战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国家电影局禁止中国影片和影视人员 参加今年的台湾金马奖 一些香港电影公司也陆续表态 新头科报导目前已知有四部港片 都在报名金马奖后取消 包括刘德华主演的扫读2 以及使徒行者2 追龙2 纪元台7号等港片 扫读2的出品公司 环雅老板林建明指出 已经下令公司所有电影 都不得参与金马奖评选 不过中央社报导指出 香港导演杜其峰早就接下 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 目前他尚未就此次 中国抵制金马奖公开回应 金马奖是华语电影圈 最具地位的电影奖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这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所致 而台湾行政院发言人 古拉斯尤达卡则回应 中国限制参加金马奖 是其自身的损失 台湾文化部强调 金马奖不会因为任何政府 以政治因素干预来受到影响 北京市近日完成第一例 同性伴侣监护公证 两名已经在国外结婚的中国男子 互相指定对方为议定监护人 借此来解决未来住院医疗等监护问题 综合中央社以及自由时报报导 北京国性公证处的此例公告 引起陆媒的专载报导 也获得网民的好评 但在查询原始公告却已经遭到删除 报导指出原始公告以北京首例特殊群体 议定监护协定公证和生前预阻公证 来描述此案例 以中国民法总则第三子三条为基础 来办理监护人公证 这一类的案例在北京是首例 但是此前上海南京都有类似的案例 尽管公告被删除 但已经被陆媒转发报导 多数网民均留言支持 表示这是进步的举措 也有人提到希望官方未来提及同性恋者时 不再称作特殊人群 华为今天召开2019开发者大会 发布了自行开发的作业系统鸿蒙OS 华为消费者业务执行长于成东表示 若是华为手机内的安卓系统哪天无法使用 使用者可以随时将安卓转移到鸿蒙 联合早报引述彭博社分析 指出这是华为减少对美国技术依赖方面 迈出的重要一步 因为软硬件整合一直是苹果的优势 苹果对iOS有绝对的控制权 华为正在努力想要凭借鸿蒙也做到这一点 但是否能够做到还有待证实 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 华为的主流智能手机仍然需要依赖安卓 尤其在海外市场更是如此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一份行政命令 针对目前仍然陷入政治僵局的委内瑞拉 扩大经济制裁 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部门表示 川普此举恐怕将会导致该国数百万名国民 进一步迈向痛苦的绝境 自由时报引述BBC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来 在声明中指出 美方这一波的制裁极为广泛 且未提出配套措施来减轻其对弱势族群的影响 尽管美方此次制裁有针对一些民生用品 提出例外条款 但巴舍来表示 此番制裁仍将显著加剧数百万 委内瑞拉平民正在面临的困境 日前川普下令冻结委内瑞拉在美资产 并禁止任何势力透过任何方式与美国进行交易 美国外交部则反控美国想破坏马杜罗政府 与反对派阵营举行的会谈 谴责美方是拿美国平民当作牺牲品 实施经济恐怖主义 马来西亚政府今天控告华尔街大银行 高盛集团三家子公司的17名现任 和前任主管 指控他们涉入马国主权基金 一马发展公司数十亿美元的贪污丑闻 法广报导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和他的亲信 疑似涉入的一马发展公司侵吞资金丑闻 由于高盛协助一马发行一系列的债券 抽资65亿美元 使得高盛在丑闻当中的角色受到检视 马来西亚政府去年12月控告高盛国际 高盛亚洲以及高盛新加坡三家高盛集团子公司 以及两名前员工 指控他们提供不实陈述 导致发债酬得一马资金遭到侵吞 高盛则变称是马来西亚前政府 以及一马公司来欺骗高盛 并使言将会推翻指控